这个周末大家炫的最多的估计是一场叫做 璀璨星河致敬经典杂技的首秀晚会 甚至有人点赞说这场晚会堪称是一部 由丽与美定制而成的时尚杂技大片 不过说了再好不如眼见为时 好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去现场一睹为快 春月浩瀚璀璨的星河 跟随演员们临动的步伐 一场交织着传统杂技的丽与美 却又处处流淌着时尚味道的杂技大片震撼上演 这出热闹欢庆的草帽舞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熟 没错 它的原型就是2008年 北京残奥会闭幕式上的集体草帽舞 通过升级和重现 三人三人大方阵 蝶罗汉等高难度动作 一顶顶再平常不过的草帽 仿佛变成了一只只金色蝴蝶 一会儿整齐画衣 一会儿上下翻飞 让人眼花瘤了 而在由27名硬汉带来的集体翻腾 和钻圈表演中 从一连串的腾空翻 倒虎呼 十字对穿 到完成720度转体飞跃 并穿过高达3米5的地圈等惊险动作 看得观众是惊心动魄 曾在央制春晚等国内外舞台上 多次亮相的肩上芭蕾更是超乎想象 随着公主清零飘逸地在王子的肩膀和头顶上踮起脚尖 翩翩起舞 这个一度被称为最美杂技和最想芭蕾的瞬间 既美地让人窒息又让人看得步步惊心 他们这个杂技团表演名 就是在春晚演过很多节目 这一次现场来看感觉很震撼 因为就是近距离地观看他这个演出 就是有一种神奇迹的那种感觉 所以感觉很好 就是很感动 从春晚经典全国杂技大赛金奖 到世界杂技最高奖 摩纳哥杂技大赛金小丑奖等 从难度系数 在全国乃至全球都独一无二的 双人力量高空顶级等 这场由新洛湖大连的战士红星艺组团 带来的首秀 共由11个经典节目组成 虽然乍一看每个节目都很传统 但通过在技巧和舞美等方面 融入大量的大胆创新 不少观众都惊叹 整场演出有一种看时尚大片的感觉 从头到尾都恨不得不眨眼睛 生怕错过每一个利于美的精彩瞬间